今集法醫研究所股病理 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 或者比較少聽到的病症 或者考古學上的一些與病症有關的發現 我想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或者喚醒大家對這方面的關注 這些事件無論在哪裡發生 或者是否在我們周邊認識的人發生 其實都不應該出現 希望喚醒大家關注多些人了解 多些人知道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可以大家在自己的社區 或者在自己周邊的環境作出一些改變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台南啟聰學校性侵事件 台南啟聰學校的事件 其實是由2005年就已經開始了 而到2013年才叫做逐步落幕 但落幕之後是否真的解決呢 我們稍後到最後就會有字有分曉 但事源是甚麼事呢 在2005年16歲的一個女學生叫做遠游 當然這是化名 她就讀於台南啟聰學校 啟聰學校是一所專門給智障人士 以及聽力障礙的人士所就讀的學校 學校裡面有三百多名的學生 而遠游那天跟她的老師說 其實都不是直接說 她是在日記上寫 她有這樣的經歷 而老師看了之後就沒有特別的處理 後來因為家長 即是媽媽知道了 她就走去跟學校對質 老師就說以為這些是個別同學之間的 一些腰藥 所以沒有特別過敏 沒多久這間學校的校長就去找媽媽 希望媽媽就高抬貴手 不要去告發她們 也不要將這件事揭露 甚至說既然都發生了這些事情 不如就等性侵那個學生 和你的女兒結婚就算了 因為這樣的緣故 媽媽更加的生氣 就去找了這所學校的基金會 去做一些調查 並且開始跟學校溝通 而溝通之後發現 其實學校根本是沒有心去處理的 反而希望息事寧人 當然法人基金會不會容許這件事 於是就慢慢將這件事曝光 誰知在2005年這件事 其實只不過是揭開序幕 背後更加多恐怖的事實 會陸陸陸陸陸陸面 依照台灣的規例 除了當學校發現這種事件之外 除了要通報政府和執法機關之外 亦要通報人本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會按著性評法 去做一些調查和一些傷確的工作 或者做一些採取法律行動 根據性評法第21條 他們指明如果有這些事情發生 必須要用一個正式 即是本身自己校方制定的一些調查小組 去做一些質詢或調查的工作 而這個學校的做法其實就是 網顧了法律規定或政府的一些明文規定 自己組成一個七人小組的調查 當然不可以接受 因此這件事就立即被媒體曝光 並且浮上水面 學生在這個情況下 依然未完全知道發生甚麼事 甚至反而因為這件事的曝光 令到學校的校長更加大發雷霆 不但覺得將這件事完全推卸責任 包括他會說 是因為遠游自己上一星期才跟老師說 而跟老師說要保守秘密 所以老師才不做任何的行動 亦都說因為整件事 父母沒有給予防囊的器具或噴劑 小朋友帶著上學而誘發了這些事情 將學校的責任完全卸得一乾二淨 就是因為這樣才觸發更加多人關注這件事 直到2007年 其實遠游這宗案或這宗獨立案件 依然在調查中 當然經過調查這麼久之後 校方不停推卸說不見證據或找不到證據 而在這件事進行的同時 有另一位學生小元的爸爸 因為學校探訪 而在校長室旁邊看到三名男同學 對其中一個女同學做出一些不禮貌的行為 於是他就跟老師告發說有些事情發生 小元的爸爸見到之後 當然就向老師告發 雖然這不是自己的小朋友受害 但也是別人的小朋友 於是他就向老師告發的時候 老師竟然跟這個家長說 小朋友在這裡玩 不需要這麼認真 他以為這個老師是這樣 走去跟另外一位老師說的時候 竟然那個老師就說 這些事其實很常見 你不知道我們有學生的家長 在送學生進來讀書之前 就把他的子宮拿走了嗎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事 可以做出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變成了合理化呢 小元的爸爸當然會向校長求助 這個時候的校長 已經是遠游2005年事件 東春事發時的下一任繼承人 校長也不太幫得手 很明顯 於是小元的爸爸 又向人本基金會提出申訴及告發 人本基金會於是好像遠游一樣 根據這件事展開調查與校方溝通 當然最後還是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一直到2011年事件 將所有更多的惡行在陽光下報告出來 2011年遠游的案件終於有新進展 他的二審已經出了一個結果 而法院宣布遠游獲得勝訴 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與這間學校有關的性侵事件 一下子由七、八宗暴增至三、四十宗 而調查小組不斷推進 將一件曾經刻意被掩蓋的案例 徹底暴露在陽光下 那你說 其實學校知不知道這些事情發生了? 答案當然很明顯 但他們縱容這些事情發生 令整個校園變成一個慘絕人環的地獄 校方甚至覺得這些是個人本能所產生的行為偏差 需要輔導 而調查小組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不可以涵蓋所有指揮權 當然 調查小組如果有需要就有一定程序 只要校長批示同意 校方都很容易配合 但是不可以保證沒問題 而到了八月 這間學校的調查報告終於出爐了 按著人本基金會的委員會出來的結果表示 學校在短短兩年之間發生超過一百宗案件 被害人和加害人多達七十多人 出事的地點包括 教室、宿舍、圖書館、老師家、同學家、火車、校車 而只是校車已經佔出事地點的四分之一 當然 老師當然會說 學生玩玩玩玩 不會怎麼干涉 但其實 代表了 學校是知情的 只不過是假裝見不到 假裝聽不到 見死不救 而在涉事的學生 七十多個學生裡面 只有兩個學生有接受到心理輔導 或者任何相關的精神輔導 其他學生已經被校方放在此自生自滅 或者根本不再受得關注 而在2011年9月27日 人本基金會終於就今次的調查 展開了記者招待會 或者記者發佈會 宣佈今次的調查結果 在事次的調查裡面 他們就說明 學校一直以來都沒有心改變這個問題 或者沒有心改變這個狀況 甚至他們更指出 今次的調查 其實只不過是針對了 整間學校裡面 128位的聽障學生 後面還有150多位的智障學生 其實是未在調查裡面發聲或發言 他們也相信這150名學生應該已經受害 甚至已經成為加害者的一份子 這件事基本上就是影響著整間學校 而很多的學生 或者是很多的老師 甚至外界都被迫 或者是故意去對這件事不聞不問 直到2012年至2013年 總共有16位的教職員 在這間學校裡面被彈劾 但是很痛心的就是 這間學校竟然也沒有去做一些 很立體或者很實質的改革 或者改革的措施 也沒有做一些很實質的補償動作 因為他竟然說 你們關心的是學生 等我在乎的公務員 這16位被監察的彈劾者 其實只不過是被小情大戒 完全不是做任何大型的處決 甚至對於受害者的彌補補償 全部都是用納稅人的錢去付 而不是出自這些犯罪者的自己的財產 拿出來去賠償 很多人都以為 透過人本基金會的這次調查 這麼高調或者這麼大型的調查 會有一些很實質的改革 但其實是沒有的 自此之後 因為在小情大戒之後 這16位職員被彈劾之後 其實事情可以說是不了了之 第二 在調查訪問中 有一名受訪的女學生 曾經提到 問到她 為何你不出聲 為何你不不停地跟別人說 你經歷了這些事情 她說了一些很重要的說話 第一 首語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我怎樣說 我不懂得說 不懂得表達 第二 我是被家裡的公公婆婆 老一輩照顧 我不想再成為她們的負擔 她們也沒有多餘的能力再養我 要不然我會跟著她們 連學校都不能去 第三 她說她更加怕外面的這個世界 跟現實的學校相比 起碼學校裡面有熟悉的人 有人陪她玩 有人知道她在經歷什麼 在一個怎樣的世界生存 在外面沒有人會知道 其實她聽不到的東西是怎樣 或者沒有人會想 究竟她是否聽不到的東西 她不懂得適應外面的這個世界 不懂得在外面生活 與其是這樣 不如她回到學校好過吧 因為這樣的緣故 某程度上 如果要她出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告訴別人 她跟外面的其他人更加不一樣 令自己更加難受 那她為什麼不留在這間學校裡面呢 當然 在調查過程中 也發現有很多老師 想幫助這個學生 曾經有這個老師 上庭幫助這些學生做手語翻譯的時候 後來被其他學生知道了 故意在她每一年 或每一個學期最後的一些評估 給她很低分 甚至有學校的校長跟她說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你不要那麼高調 你留在教書就算了 不要軒然那麼大波 不要搞到那麼多的焦點 落在學校裡面 其實是否真的幫到小朋友 或者是否真的想幫到小朋友呢 在發布了這次的調查結果之後 2013年10月 已經過了要賠償的時期 過了彈劾的時期 這間學校通報的性侵案件 已經有32宗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要受害者不停地重複 又重複不停地說他們的經歷的事 要他們不停地說 或者不停地抑述 好像是二度傷害小朋友 沒錯 這個舉動其實是很殘忍的 好像 但是 就是因為要將他們這些經歷 告訴大家的時候 大家才會意識到 其實有很多人 都在經歷一些 他們難以啟齒 或者覺得沒辦法言語的痛苦 或者一些問題 透過他們說出來 我們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處理 最重要的是 除了如何處理當下他們的問題 或者他們的經歷之外 還要知道如何改善這個制度 如何改善這個通報機制 如何確保他們的權利 去受到保障 在韓國前幾年 其實是有一本書出了 叫做《融奴》 台灣是有翻譯版的 而因為這本書的出現 牽起了很大的迴響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立了一條叫做《融奴法》 就是確保了受害的人 特別是聽障的人 在智障的人 在受到性侵之後 應該有一個如何完善的通報機制 亦都加重了他們的刑罰 這本書後來亦都被改編為一套電影 叫《無聲立喊》 而最近台灣亦都有上映一套 類似的電影叫《無聲》 可以稱為台灣版的《無聲立喊》 台灣版的《融奴》 香港是否沒有這些事情 不是 前幾年其實都有類近的事情 會在報紙上出現過 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會很認真去瞭解 這些聽障人士在經歷了甚麼 這些智障人士又在經歷了甚麼 其實聽障也好 智障也好 能說話的 不能說話的 其實都是普通人一個 他們應該是有他們 應該自身要有的權利 應該受到這個法律 這個制度 這個社會的保障 希望今次這個專題 這麼特別的專題 可以喚醒到大家多些人去關注這件事 我不是想說大家一定要去看這部電影 或者看這本書 而是我想借著這個平台 借著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無聲的證人或者無聲的人作弓 並不是只有骨頭 並不是只有死者 現實中 社會中活生生其實真的有一些團體 有一些群體 他們很需要我們去支持 很需要我們去幫助 他們需要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聆聽 去協助他們 度過我們覺得很平常 很正常 或者很理所當然的生活 透過這種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更多這些 這麼悲痛 這麼慘的故事 而減少這些事情 在我們認識的社會 或者世界中發生 今次的《古病理》 或者今次的《法醫研究所》 專題就到此為止 下次真的跟大家再分享一些 稀有的雜證古病理學 一個叫做石頭人的症狀 下次見 《法醫院》